我們來看一下會有什麼樣的 Anomaly 好不好 那在講這個 Anomaly 之前呢 我們先 Simplify 一下我們這個 Schedule 的 Notations 我們剛剛是秀這樣子的 Schedule 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個 Schedule 可以寫成是下面這個樣子 就是說這個 A 等於 A 加 10 所以你可以 Care 我們 Care 就是 Read 跟 Write Operation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知道的時候我們這邊要讀一次 A 然後再寫一次 A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就是 Read A Write A 這樣子 可以嗎 那像這個同理 這個 A 等於 A 1.06 乘以 A 那就要先 Read 一次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 Assign 給 A 所以這邊也是 Read A Write A 可以嗎 那其他的意思類推 那基本上我們通常在這個 Database 的 Literature 裡面 都會看到是這樣子的 Schedule OK 因為我們在這個部分我們 Care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 Care 的是 一個 Transaction 做了哪些 Operations on 哪一些 Data Items 對不對 而不是去 Care 它裡面實際的值是多少 那這樣可以讓我們 Notation 變得更精準一點 可以嗎 那講到 Anomaly 呢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隨意的去 Interleave 你的這個 Operations 不同層次間的 Operations 的話 那可能會發生一些奇怪的 Situations 所謂奇怪 Situations 就是說 你這樣做完了之後 你的 Data 就不 Consistent 這樣子 可是這個情況呢 在 Serial 的 Schedule 是不會發生的 可以嗎 那這我們就叫做是所謂的 Anomaly 那很多人來研究 過去很多人來研究 哪一些 Operations 會造成這些 Anomaly 那有個結論 我先講這個結論 就是說 大家發現說其實主要是 發生在那些所謂的 Conflicting Operations 之間 那什麼是 Conflict Operations 呢 我們這邊定義一下 就是所謂的兩個 Operations 那他們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 他們 Operate 在同一個 Data 上面 OK 那第二個呢 是至少其中的一個 Operations 是 Write OK 那這兩個 Operations 通常是不同的 Transactions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Transaction 這邊有個 Write A Transaction 2 這邊有個 Re A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都是 Over 在同一個 Operations 對不對 他們是兩個 Transaction 不同 Transaction 的 Operations 可是這兩個不同的 Operations 這個 Operations 基本上是 Access 同一個 Object 對不對 同一個 Data Item 那而且呢 其中一個是有 Write 的動作 那這個我們就說 這兩個 Operations 是 Conflict 可以嗎 那同理的話 這兩個也是 Conflict 對不對 那這兩個是 Conflict 這兩個是 Conflict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那有三種 Conflict 的形式 那一個是 Write Read 這樣子 Write Read 就是先 Write 然後再 Read 這樣 On某一個 Send Object 那這個是 Write Read 那另外一種是 Rewrite 這樣子 很簡單 就是這邊如果是 Read 這邊是 Write 那就是 Rewrite 先 Read 後 Write 那就是 Rewrite 那第三種是 Write Write 這樣子 可以嗎 好像 以這個 Case 來講 這邊跟這邊 這就是一個 Write Write Conflict 可以嗎 好 那講到這邊 各位都覺得有一點好奇 那有沒有 Read Read Conflict 那 Read Read Conflict 基本上不會造成 Anomaly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兩個都是 Read 的嘛 對不對 兩個都是 Read 基本上不改資料 不改資料的話 基本上 對資料根本就不會動 所以其實不會有什麼 Consistent Issue 會有 Consistent Issue 就是你 Write 而且 Write 的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通常這些會造成 Anomaly 的這些 Operation 通常都很 Write 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這些不同的 Conflict 會造成怎麼樣的 Anomaly 我們先來看這個 Write Read Conflict 好不好 那如果今天是 Write Read Conflict 也就是說有一個 Transaction 先 Write 了 然後另外 Transaction 再 Read 了 然後另外 Transaction 再 Read 了 同一個 Object 那就會有可能會有 Dirty Read 的問題 OK 什麼是 Dirty Read 就是說 我可能 Read 到了一個 Data 是 Transaction 1 還沒有 Commit OK 那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子的問題是說 如果未來 如果未來這個 Transaction Abort 的話 那你這個 Transaction 就會 Read 到一個未來會被 Abort 的字 它不應該存在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那你 Read 到一個不應該存在的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要嘛是 你會讓別人沒有辦法播 比如說像這個 Schedule 這個 Schedule 這個 Transaction 2 已經 Read 到了一個 Dirty Read 已經 Dirty Read 到了 T1 寫的 A 了 這個是 Dirty Read 然後如果今天 你的 Data Base System 可以讓這個 Transaction Commit 那就代表你要 Persist 就是你要讓這個 A 的這個 它 Read 到的這個 然後產生出來的效果 是永久的 對不對 不可以改了 因為它是 Durable 你要 Guarantee Durable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 T1 執行到後面 才發現說 這個 Transaction 不好 我要 Abort 這樣 OK 那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 T1 沒有辦法 Abort 因為 T2 已經 Commit 了 所以它 Read 到了東西 然後背上那個 Read 到東西 寫的東西 寫的東西 它一定要 Persistent 一定要是 Durable OK 那你就會造成 T1 沒有辦法 Abort 那這很奇怪 對不對 那或者是說 如果今天 T2 沒有在這邊寫 Abort 那也會有問題 那 T1 就可以 Abort 對不對 可是 T1 Abort 呢 會連帶的造成 T2 也要 Abort 因為 T2 Read 得到一個東西 如果 T2 Abort 的話 那 T2 應該是不存在 可以嗎 那這個叫做 Cascading Abort OK 所以這個 Right Read Conflict 要嘛就是 它主要的問題就是 會有 Dirty Read 那 Dirty Read 要嘛就造成 Unrecoverable Schedule 像這邊 這邊 這邊 寫的 或者是 Cascading Abort OK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 Rewrite Conflict 會造成哪些 Anomaly 好不好 那 Rewrite Conflict 主要會造成這個 所謂的 Unrepeatable 的 Read OK 那我們來看 如果今天假設這兩個 Transactions 好 那他們做的事情 在 SQL 裡面可能做這件事情 就是 If A 怎麼樣怎麼樣 那 A 就做什麼事情 可以嗎 T2 也是一樣 那你如果把它 Breakdown 成 Rewrite 這個 Operation 看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T1 是做的 兩次的 Read 跟一次的 Write 對不對 這邊 Read 了一次 然後接下來 A 等於 A-1 這邊又 Read 了第二次 對不對 然後做一次 Assignment 所以這邊是 Write A 那 T2 應該也是一樣這樣 可以嗎 那這邊就會有問題了喔 就是如果你先 Read 在 Write 的話 如果這邊有先 Read 在 Write 的話 那 在 T1 的這兩次 Read 之間 就包含了一個 Write 對不對 所以他 Read 第二次的時候 就跟第一次是不一樣的 可以嗎 所以如果第一次是用來做判斷的話 然後判斷完了之後呢 要真的要改的時候呢 就改錯了這樣子 OK 下面有個 Example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呢 你有個 Integrity constraint 說呢 這個 A 呢 如果它是 Consistent 的話 那代表是 A 絕對不可以是負號的 OK 比如它代表的是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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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你的你的這個 Bank 裡面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剩餘的錢 那不會是負的嗎 對 除非你欠債 那如果這個時候呢 你照著剛剛這樣子的邏輯 跑一次的話 那把這個值呢 這個帶進去 你會發現呢 這個有可能 這個 T1 到最後 Commit 的時候 這個 A 是負一一樣 因為 A 原本覺得是 E 他把 E 減一 support 應該是零 對不對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A 被射成零 所以他寫的說變得複裕 這樣 你的對話就不 Consistent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 Rewrite Conflict 的問題 會有 Unrepeatable Read 那再來是 Rewrite Conflict Rewrite Conflict 的話大概大家可以可以猜得到 就是會有 Loose Update 比如說你今天兩個 Transaction 那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OK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今天這個兩個 Transaction 他們之間的 Write 是這樣子接的話 OK 那下面這個 Write 會 Overwrite 掉上面 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這邊是 11 然後 B 把它射 500 然後 Commit 可是這個時候 Commit 的那個結果 A 其實不是 11 對這個 User 來看不是 11 是 13 好 那對這個 Transaction 這個 T1 來講 基本上就沒有 Isolation 對不對 好 OK 所以 這個 Interleaving 會造成這個各式各樣的 Anomalies OK 那主要的就是在 Conflict Operations OK 好 那要怎麼樣去 Avoid 這些 Anomalies 這個是我們如果要 Guarantee 這個 Isolation 我們要做這個系統要 Guarantee 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一些簡單的 Idea 呢 那我想各位如果剛剛看了一下 那我可以想一個 Idea 就是說 既然 It Matters 是 Conflict Operation 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 Focus 在讓那些 Conflict Operation 是 Serializable 就好 也就是說 我今天可不可以呢 把這些 假設今天有兩個 Transaction 好 我去把他們 Conflict 全部抓出來 好 然後想辦法呢 讓這個 Conflict Operation 要嘛是全部 T1 先做 T2 後做 或者是要嘛是 T2 先做 T1 後做 可以嗎 好 這是很簡單的概念對不對 好 那這個我們稱它為是 如果你可以真的做到這件事 我們稱它為是 所謂的 Conflict Civilizable the Schedule 可以嗎 就是只有那些 Conflict Operation 是 Civilizable 因為如果是不 Conflict 比如說 Reread 的話 那種就不重要 它可以隨便 Order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那真正重要的是 那些有 Reread 而且會 Conflict 的 Operations 對不對 比如說 那我就讓那些是 Civilizable 就好啦 那不錯 這個 Idea 不錯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圖示來看 就是說 這個 Conflict Civilizability 基本上就是 你把那些 Conflict Operation 挑出來 然後確保怎麼樣 確保呢 就是沒有這個交叉 這條線不會跟這條線交叉 全部都是順向 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可以把它 把這個不 Conflict 換換換換換 然後一直換換到最後 如果可以換成是 Civilizable Schedule 那它就變成是 所謂的 Conflict Schedule Conflict Civilizable 可以嗎 比如說像這個 Case 這個 Case你可以一直換 把不 Conflict 都把它 把它換 排這個 Reorder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排成是這個樣子 可以嗎 這個樣子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只要是 Conflict 都沒有交叉 對不對 那基本上都是 T1先 T2後 OK 它就可以 Equivalent to 某一個 Civilizable Schedule 那不知道各位覺得這樣子 這個 Idea 怎麼樣 就是先挑出 Conflict Operation 然後想辦法讓它變成是 Civilizable OK 好 那我直接講結論好不好 那 It turns out 你回想一下 就是剛剛的 Anomaly 為什麼要講 Anomaly 因為原因是因為很多人 會以為在做 Isolation 就是 Ensure Conflict Civilizing 可是其實 Conflict Civilizing 是不夠的 OK 好 怎麼個不夠法呢 我們剛剛看到 這一個 Schedule過 在討論 Dirty Read 的情況之下 就是我們知道 Dirty Read 的情況之下 會有那種 Non-Recovered Schedule出現 比如說這個 Read 的一個 Dirty 的 Data Item 可是 T1後來 Abort OK 那要嘛就是 T2要 Cascade Abort 要嘛就是 如果 T2已經有 Commit 的話 那 T1就沒有辦法 Abort OK 好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看一下 如果你用剛剛的 Conflict Serializable 它其實是 Conflict Serializable 因為你看 就是這個 Schedule 基本上都沒有交叉 對不對 好 所以基本上 Conflict 的部分 都沒有問題 這樣子 可以嗎 可是呢 你如果真的 Interleave 成這個樣子的話 好 那它是 Conflict Schedule 因為你就把這些 不 Conflict 調換 調換調換調換 可以調換成 Serializable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真的 Interleave 的執行 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那東西是不 recoverable OK 所以換句話說呢 其實我們不應該只 Care 就是不應該 當然要 Care 但是不應該只 Care 就是說 Rewrite Operation 我們還要考慮到 最後的 Conflict 到底是 Conflict 還是 Abort 要把最後的 Decision 考慮進來 可以嗎 所以呢 你會知道 由剛剛的分析 我們會知道說 我們要完全的 Avoid 掉 我們剛剛講的所有 Anomaly 的話 我們除了要 Ensure Conflict Serializability 以外 那我們還要再 Ensure Schedule 是 Recoverable 可以嗎 什麼是 Recoverable Schedule 就是說在一個 Recovered Schedule 裡面 你要讓每個轉生選項 可以是 Recoverable 那其實很直覺 以剛剛的 Case 來看的話 就是 如果今天一個轉生選項 可以 Conflict的話 那所有他讀的那些 Value 那些 Value 假設已經被其他轉生選 寫過的話 他讀過的那些 Value 是背上其他轉生選的 那些轉生選項 都要先 Conflict 他才有辦法 Conflict 對不對 可以嗎 那這樣子確保什麼 就不會有 Dirty Read 因為其他轉生選 如果都 Conflict 他才會 Conflict 應該說 不是說不會有 Dirty Read 應該是說 如果其他轉生選項都 Conflict 他才 Conflict 的話 那就不會有那種 所謂的這個 這個這個 沒有辦法 這個這個 這個 rollback的問題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做到這一點呢 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那你就不要 要讓別人 讓某個傳生選項去 Read 到這個 別人還沒有 Conflict 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更嚴格 就是 我們上面訂的這個東西 只是說 如果他 Read 到的東西 是別人寫過的話 那要等到別人寫過之後 那這個傳生者才可以 Conflict 那有一個比較嚴格的方法 但是比較簡單做到 就是 那我就要嘛就是 就是我在讀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要 Dirty Read 通常我就是讀 讀的東西的永遠是人家 卡密完的 那他一定recarable 一定符合這個條件 對不對 那但是稍微嚴格一點 可以嗎 好 那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我可以 這個這個 基本上就是 avoid 這個 cascading board 對不對 因為不會有 Dirty Read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 如何去 avoid掉這些 所有的 anomalies